讀形象设计 讀形象设计当然是要看多些 因为你不可以真的在框盘里面 看一本雜誌就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形象设计师 你真的要看他们行街也可以 那些人穿什么衣服 平时穿什么头 有什么化妆 这些都了解整体的事情 那你觉得原来这样配搭出来是可以的 那我就尝试 不可以只是看一样东西 其实看多些 尤其是真的要放眼世界 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看当地的人穿什么衣服 化什么装 做什么合法 你会了解当地的文化 是先了解当地的文化 去再研究多些服装 因为其实很有影响 譬如欧洲人为何穿一件Trenspo 一条鸥仔裤一双波鞋 就已经很瀟灑了 因为他们的文化上不同 可能去日本你觉得很浮夸 人们都说戴帽子 设定了头 不漂亮都不出街 是每个地方的文化 那种特色 那你吸收了一件事 就套在每个人的无得意 或者是自己身上 了解了 慢慢去贫经验 这是我认为是放眼世界 很重要的 总之你把不同的元素 放在一起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课法 所以大家真的要勇于去尝试 好了 在这里鼓励一下 所有新的 对于时尚界的学生的 小小鼓励 你们真的要大胆一点 看多一点 了解多一点 不要怕 不要害怕 最紧有自己的 誠意 对这个时尚的誠意 而且最紧要 真的要勇于去接受 一个新的权势 我觉得是 智商界的东西 其实是很 色彩纷纷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 放在新的元素 都是OK的 所以凭你们的直觉 主观的东西 放在身上 可能有一个新的方法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最紧要 凭自己的兴趣 最紧要 喜欢那个东西 不要让别人学的东西 我要跟着他 其实了解自己 是否适合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 用胆量去尝试 就是很多 不要听人说 最重要是自己 自己本身是 本身的角色 就是想去做东西 走去 不要受别人的 你不要做这件事 不行的 怕了 我也是 没有胆去做这件事 就是 放胆去做 放胆去做 做理想的 心目中的行业 我觉得是 不怕的 不行就再试 不行就再试其他 你不试就怎么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是很鼓励 鼓出现在 尤其是现在 这么多渠道 这么多平台 给你们发挥 你们可以做你 创作性 创意上的 夸张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接受 现在因为 什么人都会接受 只不过你 够不够胆去尝试 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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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